这个单元就会和大家再高输在AddMenu里面其他的元素 首先我们删除一下这个界面里面的所有东西 然后我们再去Add Match我们在上一个单元讲了 上一节讲了,接着我们到Curve Curve如果我们选择这个Base 不是太色毒,不好意思 我们按这个我们会看到有条Curve的线 如果我们进去Edit Mode,我们会看到这条线其实就好像 你玩一些Vector的 绘图软件,例如Elite Tracer 你在里面画的东西你会常见到有这个Curve的线 那你选择这些点 你去动动的时候,它都会根据 你这些动作呢 它改变了 条线那个 长度呀,那个方向呀 对了 还有形状呀,这些 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的了,如果你有玩过这些软件 对了,那Curve其实这个都是由向量组成的 对了,原理呢就一模一样的 对了,至于这些呢,其实下面那些就是给你多一个Option 那都不会说 有太大分别的 对了 那这些更加少用啦,我们其实最常用呢,都是这个 Curve的元素 Path啦,Path这个呢,其实呢,跟我们这条线差不多啦 对了 那但是呢 它有少少不同的就是呢,它是用你这个点呢 就是你两点 对了,sorry,这三点呢 去计算你那个Curve的那个形状的 那我们保留这个呢,再转后再跟你说啦 Surface这个呢,其实很少用的,那我自己真的没用过 对了 那你如果有兴趣就自己 上网去search啦 那接着我们呢,GoFull MetaBoss啦 MetaBoss呢,那其实呢,这个呢,如果你把它复制的时候呢 你会见到它呢,就会有 就是一个 对了 连带的效果 那你见到它中间呢,有些地方呢,它会好像有磁力这样吸住了 那会有一些复制的地方 那这个元素呢,其实呢 我就自己比较少用的 其实我是没有用过的 但是呢,我见呢,有些YouTuber就拿它来呢 很快速地 去弄了一个 shape啦,跟着开始做雕塑啦 对了,那看回你自己 喜不喜欢这个workflow 那我也都看到有些人呢,用这个动画呢 去弄了 你细胞分裂,那你见到 有一个 细胞分裂成两个的时候呢 它都有一些 就是偶断丝连啦,就是好像这些这样的效果呢 是啊,那 那那些就,看一下你自己的use case是怎样啦 你看到其实在右边呢,我们一大堆 MetaBoss呢,弄了出来之后呢 那它就粘了一块的嘛,它分了很多 元件的嘛 如果你想把它呢,变成mash呢 是的,你就可以呢,去到object那里,按convert 跟着变成mash,那就变成一个了 那你见到这里呢,都挺复杂的 那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workflow 是想 怎样去做啦 是的 那那呢,跟着我们再高辅下一个啦 下一个就是text啦,那text呢,其实你可以在blender里面去打字啦 那也都可以呢,很容易将这些字呢,去变成一个立体的 那我去右手边呢,那里去选择geometry啦 那这里呢,你可以见到extrude的 extrude呢,就可以将它呢 对啦,加个深度给它啦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字体啦 那你按这个字呢,你按tape啦 你就可以打字啦 啦,比如我现在呢,叫gimstein啦 OK 那那我好容易呢,我按回tape呢,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字出来啦 那说完呢,我们加了字体啦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我现在用着Mac机呢,其实如果我打中文的字体呢 它是出不了的 那呢,我还没去研究有什么方法啦 但是呢,我以前曾经有一部windows的laptop 啦,在windows上面呢,我打中文的字入去呢 我把它变成立体呢,就没问题的 那所以这一个呢,如果是Mac机的使用者就 看回啦 对啦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一样东西呢 这一样东西呢,就找回其他solution啦 那啊 对啦 Modium呢,我没用过 对啦 Grease Pencil呢,可以简单简介一下啦 如果你选择一个stroke呢,你会见到呢 如果你add the stroke呢 你会见到其实 他这一些呢,好像 他有很多点组成的 那这些呢,就好像呢 你在一些vector的绘图软件啦,例如elutraster啦,那些上面 用的 就是 是一样啦 那如果我们 Oops,sorry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对啦,在Grease Pencil那里呢,加个monkey呢,你可以见到呢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些vector 可以改变形状的东西 那你放大缩呢,他都不会 去起了格啦 那这个呢,都 挺有趣的,你可以 去试一下的,那你都可以很容易 去改变到 他们的形状啦 对啦,那如果我现在移动呢,很容易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些好像动画那样的效果啦 对啦,那你也有一个 如果我们开一个新的file呢,你也都见到有2DAnimation的界面啦 对啦 当我们呢,如果开个Empty Grease Pencil的Empty的时候呢,这里也有个Draw Mode的 那你可以在平面上面啦 或者立体的面上画东西啦 对啦 那么这个3D的空间画东西呢,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所以呢,它里面呢,有不同的Mode给你啦 Top呢,就会是你画了在一个 即是你 有个Mesh的表面的 应该 那也都有Cursor啦,也都有Front,Side,Side,Side这些就是Lock了在 某一个部分啦,例如它Lock了在X,Y那里的 对啦,X那里的 对啦,那 那有需要呢,或者有兴趣你可以高呼下的 对啦,我们讲3D Pin的话呢,这个就不会着墨很多啦 那Armature呢,这个就是你帮个模型上骨的工具来的 对啦,你按Edit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放大缩细啦 那那选择那个 点呢 可以Extrude啦 加一个新的节出来啦 加了这个节呢,你就可以 去动动去呀,Pan去呀 对啦,那 你Pare了你的模型 3D模型之后,你就可以将这个模型去摆Post啦 对啦,那这个就是 这个骨的主要功用啦 那Lattice呢,如果我们讲这个呢,可能就要 开一个 最方便就是用Suzanne啦,开它的那个3D出来啦 对啦,那我们要加一个Modifier啦 Lattice 那么就选择现在这个Lattice啦 那为了给你看得更加清楚呢,我会加SubdivisionModifier啦 那Lattice呢,它这里有个 Lattice的工具的 那这个工具呢,我们 尝试一下 戒多些格给你看啦 这样就容易点 那这个有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其实呢 它就会 你那个模型呢,就要根据这一个 Lattice呢 的 动作呢,它就会变形的 这个呢,就不知道你 对你做3D模型呢,会不会有帮助啦,但是如果你是做了一些Animation啦,或者你 擅拨Pose,或者你想去 将这个模型去变形呢,做一些想要的效果的时候呢,我想这个就可以帮到你 对啦,那么Empty呢,你add了这个之后呢,其实你Render啊,你不会看到这一样东西的 但是这个Empty呢,就很有用的 例如啦,如果我现在 如果我现在加个Cube出来啦 如果你把这个Cube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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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Array啦 Array呢 我们现在的Count 6个呢,你会看到呢,因为它是x,是1啦 X1就是说呢,它其实会是 向着XA的方向 一个个这样接着去延伸 那我们先教0 教0呢,它们就会全部踏在同一个空间那里 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将它呢 按Object Offset呢 去教了这个Empty呢 那我们再按个Empty的时候呢,再按旋转呢 是的 我们这个Y呢,按旋转是60度啦 那因为我们六个东西呢,它是60度的话呢,就会刚刚好围住它呢 就,呃 是的,形成一个圆圈啦 那当然啦,如果你那个东西是 数量更加多呢,你就要 用360度除那东西去计算 究竟你旋转多少呢 它才刚刚好可以围住它去转圈啦 那这个就很方便的,那我之前呢,我做车胎呢,我就 做了其中一部分,然后我就 去 用Array这个工具呢 去制作 其他这些这样的部分 是的,那你可以去Explore一下啦,未来 其实现在未需要真的用着的 那就是Case by Case啦 你那个Task是需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才去用啦 那其他那些呢 其实基本上它是给了不同形状的Empty啦 是的 但性质上呢,其实基本上都一样的 那你有需要呢 例如你弄了个 人物的动画,sorry 人物的模型呢 你有时候呢,你不会直接移动 那个模型的关节的嘛,那你就会将 一些要移动的part呢 可能就配合了这个Empty啦 然后就去做一些动作啦 好,那么 Image啦,你可以 Import一些Image 进去这个3D空间 做Reference啦 其实有另一些方法的 我们将那个Image 由一个folder drag下来啦 或者我们在这里 去 是的 透过开一个folder去选 那个Image 都两样都OK的 就你自己方便啦 那么Lite呢,顾名思义啦 我们可以 整完这个模型之后呢 加一些 Edit light呢 进去 是的,为那个模型打灯啦 Camera呢,你就可以加 Camera你就可以加 无数的Camera 进去呢 放在你的模型的不同角度 对于你要做Render 幅图的时候 方便点 你不需要 只得一个Camera 动来动去 是的 Speaker呢,我也是没有用过 所以就不会讲啦 亦都对我们这个 课程没什么用 FossView呢 其实都 不是对于我们这个课程直接有用的 但我们要讲一讲 是的,因为挺有趣的,你可以玩一下这些效果的 首先 首先我们按个数声出来 我们加个Particle的 效果进去 那现在如果我们 Play的话呢 你会见到有很多波波 灯下来 即使我 如果你加一个 Win 然后呢 选择一个Properties 增强强度 你会见到呢 他会把那个 波波噴了它的 方向 这个particle的效果挺好玩的 它有不止一个particle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force view 如果你想玩这些效果你可以试一下 例如你放过烟霧的particle 然后你加个force下去 你可以玩一下这些效果 blender的作用很强大 大致上都高达了add的windows上有的元素 这一节就到这里了